亲爱的小伙伴 赚钱可真容易啊 应彩儿话筒还没举起来 声音就来了 中间还好几次对不上口型 最终应彩儿想着 不来点猛的 我的假唱可能就是热搜啊 突然呢 猛的就是亲一口老公陈小春 最终上热搜的 果然是亲一口系列 事后应彩儿还在个人微博 直接一波真性情的承认了 还收获了一波热搜 也引来网友的好感 宋倩宋威龙 这男靓女搭档一起表演 小酒窝还跳了一段舞蹈 画面特别有美感 但是两人假唱对口型 这也太明显了吧 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 宋威龙话筒还没拿起来 声音却出来了 这也太尴尬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陈飞宇这个假唱也太明显了吧 你好点给点演技呀 在演唱过程中 我们明显可以看到陈飞宇 有对口型的嫌疑 歌声有时平稳 有时高亢 但陈飞宇的个人表情 却完全和歌声不搭配 因此很多网友 纷纷质疑陈飞宇是假唱 甚至陈飞宇假唱 一话题登上了热搜了 除了假唱 咱们再来看一看 翻车的节目 于书欣和赵小棠 这对好姐妹呢 和朗朗合作了一曲卡门之后 直接登上了高位热搜 虽然说全程真唱 但是气息不稳 甚至还有些跑调的情况 也是非常的难听 甚至不少网友之言 跟他们合作 也真的是难为朗朗了 作为天王级别的人物 谢霆锋的翻车 可以说是在网络上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当时呢 谢霆锋在台上演唱的时候 竟然忘词了 这多少是有些尴尬呀 自己都有些憋不住想笑了 事后谢霆锋在微博上回应表示 嘿嘿 其实有看提字器 我视力还是好好 没有老花 其字器呢 他跑快了一段 不过啊 谢霆锋的翻车 并没有引发太多的吐槽 反而收获了一大波的好评 网友们的理由很简单 虽然说谢霆锋忘词了 但也说明他是真唱 不是假唱啊 国风 人气女歌手 等什么君 参加活动 从来都没有以真实面包出镜 在跨年演唱会的现场呢 等什么君 一改往日低调神秘 在演唱关山九图中 将遮挡面部的黑色 相钻面纱解开 首度公开露脸 展现真实容貌 无论面容如何 对于喜欢古风歌的人来说呢 大家更期待他有更好 更多的古风作品 好了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喜欢的不妨点赞关注 让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